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最近就瘋狂地買港股 港股、科網、網股 有些跌跌的 不是說不投資 但自己要小心 尤其是新仔不要買那麼多 現在這個位置就非常之不行 所以投資要持續的 沒有人看的時候就開始買的 美國科學公司大裁員 這個新聞真厲害 2024年 炒10萬份IT工作 十萬份工作很誇張 所以為何這麼難找工作呢 是真的有原因 因為人家真的是炒的 但為何收入也看不到呢 簡單解釋的 我會拿出來問大家 因為 因為企業是停止 增聘人 才開始炒人 所以炒人是下一步 炒人已經是很後期的 他首先會停止炒人 不出那麼多job offer 還有 還有 說到英國 最近為何財政黑洞的錢去了哪裏呢 為什麽加極稅都說不夠的呢 這次真是嚴重了 英國 選了那個首相出來 他們做的事情很奇怪 用錢倒入鹹水海 那些交稅的人一定會很生氣 你又不是改善民生 又不是 他用來做什麽呢 這次說 還有加拿大失業非常非常嚴重 你會看到真的找不到工作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人移了過去 那個 в面對現實時 很殘酷 首先講講那個 加拿大那個 情況 你看這裏是全排隊的 是只見一份警察 香港警察都難找 人家也未必會來見工 你猜不到 沒學歷都會去做警察 另外經常見到會做的 做的士司機 做貨倉 這些都找不到 難不難搞 幾千人去排隊 加拿大有大量失業 你沒有理由在一間新餐廳 這是訪問來的 你在印度開一間餐廳 也不會那麼多人來排隊去見一份工作 是一份工作而已 他們為了博去見一份工作 幾千人排隊 沒可能啦 浪費時間 另外英國為什麽有財政黑洞呢 原來 他們用了220個 Billion pound 打算做碳 Capture 即是說他現在要做環保的 現在要做環保的 現在要做環保的 他還不被罵死 最搞笑的方法是 將它 傳入 地底的二氧化碳 他用純的二氧化碳 但沒有用的那些二氧化碳 做不了什麽的 然後儲存在裏面 不知道做什麽的 沒有工業用途 什麽都沒有 可以勉強是說做汽水啦 汽水要二氧化碳 或者做一些提煉的其他東西 提煉的其他東西 亦都 增加碳排放 這個 這個項目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挖到地底很深 傳一些二氧化碳 還要你這樣做 人家就繼續排隊 那你是不是真的幫到社會呢 我也不理會幫不幫到社會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很窮嘛 沒錢嘛 要加稅嘛 還要加得這麽重的稅 就是為了搞這些東西 有時 你想反對也不能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麽 他們的制度是這樣的 這樣搞下去 這些國家只是自尋短見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真的不明白 大家要明白的 下面留言給我 好了 這個 方圍公司在Cisco 炒第二次人 他不是第一次人 炒第二次 很誇張的 你說的Microsoft Facebook 甚至META 現在這麽厲害 昨晚META破新高 都要炒人 好多都炒人 Cisco也是做那些 Switch Router 都是大量裁員 才第二次 Cisco 繼續 7% Workforce 要剪掉 五千多人 馬上失業 然後 2月的時候 已經炒了4000人 即是他不是第一次 Xbox Microsoft Xbox 那部份也是炒人的 有時候也是 現在全部 在網上購買 Digital版 或者是 Join Member 月費 那你連很多銷售人員都可以 不要 Tag Late Off有多誇張呢 大家想著 現在經常說 香港轉型 轉科技 大佬 人家科技也要炒人 你叫人轉過去 又沒有工 又不是玩鬼啊 你看看這個Tag Late Off 說很誇張 今年10萬份IT工作都沒有了 當然是找不到工作 還在半年內沒有了10萬份 那麼 訓練那麼多人來做甚麼呢 所以我就經常說 讀書是賺不到錢的 讀書不是賺錢的來源來的 你要看一下 Tag Late Off 說得很厲害的 你可以看一下 例如Intel炒 Intel炒了15000人 Tesla炒了14000人 Google炒了12000人 Meta炒了11000人 然後再炒到10000人 分兩次炒 Microsoft炒了10000人 Amazon炒了10000人 然後再炒到9000人 Amazon Alison炒了8500人 你看一下 加起來 就是在 COVID之後 不是不停聘請人 是不停炒人 但是他的股價是不停地上升的 你會發現他的CEO的人工是越來越加越厲害的 所以 那個CEO就拿了 一個CEO 下面那些人就全部炒了 多厲害 那個Tag Late Off 是很誇張的 所以 我那天聽了文明師說 真的很聰明 讀書人 讀書人是一種篩選 篩選 某些人出來 做精英 但是不代表是賺到錢的 就是兩樣東西 現在 你要分開就是 賺錢 是一種投資技能 你的 綜合技能 我都什麼都不懂的 你看到 你又能夠 買到那麼多投資物業 其實我什麼都不懂的 所以你不是說 那樣東西 我都很難解釋 你認知社會是怎麼運作 錢是怎麼來的 錢是怎麼去的 是多於讀書 甚至Econ也是沒有用的 Econ裡面說的東西 若果你跟他這樣做 真的死定了 Econ裡面的需求 定律 完全不是那些東西 其實是一條很簡單的公式 我在Patreon裡面說過 只有兩個因 Factor 你把兩個因 成為了 就等於 趨勢 現在內地就是有這個趨勢 OK 你要知道國策 你要知道國策 以及整個 政府在做什麼 是 好過你讀很多書 是沒有用的 所以 你讀完之後都失業了 那你讀了什麼鬼啊 我真的很搜尋 現今的制度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讀書沒什麼用呢 因為現在你讀完之後 你已經是幾年前的東西 你可能印了書出來 或者說給你聽 已經是幾年前的東西 就算 最新的 都可能是兩年前 再加上 讀完兩三年出來 你五年前的東西 已經是同樣 outdated啦 大哥 一個五年 已經有一個新的科技 或者新的投資領域 那你都不是在做那樣東西 是吧 變成 你是不能夠 在社會裡面 找到優勢 所以你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社會觸覺 我覺得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那個時候 你做些什麼 才能賺到最多錢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讀書的時候 讀完書之後 已經有另一個世界 好了 那你覺得有用呢 讚好分享給朋友啦 或者你想到什麼 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啦 或者Patreon 支持一下我的製作 喔